穿著Polo衫戴著口罩的男子 走在樹林車站月台 手裡拿著包包和外套 似乎就與一般乘客沒什麼兩樣 但一名女子在臉書PO文指控 她就是在火車站伸出弦竹手的台鐵之狼 受害者說自己半年內 三度碰上這名色狼 都是在樹林站的二號月台 色狼用相同伎倆 選在人潮擁擠的上班時間 手提包包用外套遮住手 再伸出拇指觸碰受害者的私密處 得逞後立刻在福州站下車 還會在月台徘徊 似乎就是在尋找下個目標 只是受害者認為 那裡剛好是監視器死角 自己又沒留下證據 所以直到第三次受害 才選擇勇敢站出來 我相信女生一定都會覺得 你制止完之後 沒有任何人看到 一定不會有人支持你 其實這三次我都有出聲制止 第一次選擇報案 就是因為她屢圈不停 警方在這裡呼籲民眾 於樹林車站內 或者是列車上 有遇到相關騷擾事的案件 請立即通知列車服務人員 車站上下班時間 人潮擁擠 落單女性還是得提高警覺 別讓色狼有機可乘 記者葉瑋玲 陳雲璇 新北市報導